大家好,我是bruce,周围名字斗剑志,现在就与青岛通力包装制品股价公司做外贸药物园 这一节呢,我们给大家分享双面金色肚铝薄膜的加工工艺 所谓双面金色呢,就像这个薄膜,你看这是内层,对吧,这是外层,那么这种呢,就是叫双面金色 当然也就对应着单面金色,大家可以看到,对吧,外面是金色,然后里面是肚铝 但其实这种个产品呢,需要几个工艺,就是说首先呢,是在PT薄膜上色,然后再进行肚铝 最后再在肚铝面上色,然后分期,就能达到客户的要求,就是发货 这种呢,一般你像做一些装饰的产品,比较是拉花呀,或者一些装饰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么它典型的结构呢,是这种 首先PT薄膜上金色,那么因为这个面是透明的,所以从这边看,它这个金色就是,就能够看得到 然后再进行肚铝,如果单面金色薄膜的话,肚完铝之后 这就完成了,但如果是双面的呢,还要在肚铝面,因为这一面 如果从这一面看,那么只能看到肚铝面,而这一面能看到金色 所以再在肚铝面进行肚铝,做金色,然后就能够达到双面肚铝的效果 PT薄膜上金色呢,其实就是说因为它,它只需要进行就是做图布 就像我们这种印刷机呢,也可以去印这种金色,但其实做这种呢,像做一只网维滚 然后呢,上这种,就是说叫青油或加铜金粉 一般就是青油加铜金粉,然后再调出来,所谓的金色并不是说真实的金色 甚至有的呢,叫透明黄,其实透明黄是不合适的,它是青油加了铜金粉 那么在进行金色薄膜度铝的时候呢,要用到真空度铝机,就跟度 PT薄膜一样,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细节要注意,就说 在上金色的时候,上金色这个光油的时候,就是青油的时候 它可能会留下一些溶剂残留,因为这个油脉里面都会加一些溶剂,以三一指之类的,来降低 就让它是更容易流平 那么在做度铝之前就要进行充分的烘干,就是在 在薄膜印刷膜做完之后,就是要进行烘香的时候,就要充分的烘干 否则,这么抽真空的时候呢,它可能这个溶剂 一出,就会导致它这个真空室呢,真空这个蒸发室 这个真空度不够高,那么就会产生一些什么条纬呀,暗色呀,甚至一些斑点,这种 这种这种 缺陷 那么对于 像金色薄膜这种 非常纯色的这种颜色 这种就不允许的 那如果再去 薄膜上面上金色呢,这个就好办了,直接可以就是说 不论是 直接在毒铝上上金色,或者说在 肚铝 肚铝膜跟符合的过程上上金色 当然了,像这种 双面的一般不需要符合 直接在肚铝面上上金色就可以了 好,这一节呢跟大家分享到此,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